这不是西巴克也不是成品 而是地内国中的图书馆 以汉莫书香为名 期许学子悠游浩瀚书海 我希望就带着孩子进来 就是他们有目的地在做阅读这件事 那也希望透过我们带他进来这个空间 让他感受到 这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地方 那有一天他自己下课 虽然他们是辛苦的九年级 他们也可以下课 或是闲暇之余 他们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点阅读 那我觉得阅读其实是一件 很自由也很轻松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作者对话 那这次我希望学生进到这里 可以感受到最好的氛围 不只是沉淀心灵的休息站 还融入了教学 共读功能 九年级孩子刚模拟考完的作文 经过老师修改及建议后 孩子们讨论 查询资料 朝目标六级分迈进 那为什么今天要进到图书馆来 我其实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从外形 动作 互动 可是从到我不知道那只狗 红砖搭配默黑的梁柱 木质书架上书本安坐 打上灯光后让人沉醉其中 108年共读战经费如愿获得后 将平凡无奇的两间教室 打通成宽敞明亮的阅读场域 汉墨书方就是给我一个很温馨的感觉 我看着看着就是很容易就进入到宇宙的一对一谈话的过程 因为这边氛围是比较平静 所以读书就是很容易就看得很露鸣 这边读书氛围很好就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 汉墨书方是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因为汉墨书方的环境很安静也很宽敞 所以在汉墨书方中可以让我心平气和的读书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书籍 然后可以任你挑选 然后位置也很多 就可以让大家都一起读书 一起享受这安静的氛围 我很喜欢汉墨书方带给我的感觉 它让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这里采观很好而且书也很多 也散发了淡淡的书香 这里也是社区共读站 会开放社区民众来借阅 也会邀请讲师分享基隆文史故事 更是学校老师开会激荡创业的场所 还有与家长读懂青少年新式的殿堂 透过这神奇的汉墨书方 开启孩子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